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发门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几种纹路 这个图片当中也看得出来 都是重点的一些信息都标出来了 你看这个玉桂纹 之前你们讲过的就是从月球的位置出发 一直延伸往事业线方向延伸 一直延伸到跟事业线接触 那么这个叫玉桂纹 专职在事业上遇到贵人 事业上有亲和力 善于交际人缘非常的好 就是说在职场当中遇到贵人是非常不错的 贵人纹 这个是另外一种贵人纹 这个就是生命线内侧的贵人纹 生命线内侧贵人纹 这种贵人纹 同时以前这个首相当中也称为副生命线 就跟这个副事业线一样 对生命力 对你的身体健康 包括你整体的运势做一个弥补和加持 就是一般的都是一种旺负想 加入到富家之后能够给富家带来很好的运气 天生是享福之命 那么而且是这个自从结婚之后 运势也是有好转 这是另外一种贵人纹 我们看这个首相 这个首相呢 这个事业方面的发展还是不错 那么今后也会得到贵人相助 那么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 生命线在三大主线当中是最清晰深长的 不会有大的疾病 包括这个红印 这个红印就是你这个近期可能是一些体力劳动 或者是做哪些事情产生的 这个不是说不正常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一些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